Pixel 2 , 黃蜜 搞什麼呢? Thomas, 現在 閃點東西 無方8GAM名 無方8GAM名 哦, 英降代決戰 英發跌下來的時候, 就做了決戰 你跌下來, 沒決戰 歡迎你到 眼睛王爆金 秒速是 3厘米 騙人 雙跌下來也不需要 就 3厘米一秒 不, 但是確實 今天我們會講一隻卡牌對戰遊戲 其實之前已經寫了文件 但實際講一次就更加清楚 就是一隻日本推出的LCG卡遊戲 就是這隻 我們叫做英鋼 簡稱 你介紹一下遊戲怎麼玩 基本上 若加Base Game和加多兩個Expansion 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人就有九個女神 其實每個女神 其實每個女神是代表著一種武器 沒錯 每個武器都是化鋼化為人 他們之間對決 例如有傘 例如有書卷 忍術 這個是剃刀 這個是劍刀 日本刀 這個是用毒 這個呢 鑽鑽嗎 這個呢 鑫鑽 這麼大的鑫 鑫 槍 槍 女神 接著呢 就用他們的卡 就剛才說 七張普通 四張絕招 那在這十一張卡 十一張卡 兩個人呢 即二十二張卡裡面選幾張 就選三張絕招 七張普通 對 就做他的 即是他的 對 OK 好 知道他的 之後呢 就講講 一些基本概念 簡單 簡單一點 我簡單一點 我純粹 拿其中一個人的 對 好 玩到亂了 好 不要緊 不要緊 好 好 基本上呢 每回合 開頭看這裏 是 是 是 流程 基本上呢 概念上呢 有個席 叫做集中 基本上 大家開頭是零的 是 後手會多一點 是 那就會在這裏 加點集中力 是 接著之後呢 各庫 即是那些 地牌呢 就會撕走一張 即是一個櫻花點 是 為什麼呢 若果自己在桌上 有些牌 上面有櫻花 即是當地牌 趕著自己是 卡時間就減一顆 沒有了那張牌 會discard 是 一長期住在這裏 接著這裏呢 就有機會 就用自己 這裏有 拔一個櫻花 那這裏呢 是代表這個位置 是的 這就是你的血量 血量 因為呢 我們牌只有七張手牌 普通牌而已 是 如果我們抽完之後呢 基本上 如果沒有不夠抽 我們會扣血 或者把自己的盾 跌回出去 是的 就是這裏了 如果你不做這裏的話呢 你只要抽兩張牌 那你每抽不到一張呢 你就要扣一個盾 或者扣一滴血 是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選擇 扣先扣一滴血 然後把用了牌 重洗 是的 之後就到正式的TURNS 那每個人呢 基本上呢 有兩邊選的 兩邊選 要是出全力卡 那全力卡呢 就是有個全力兩個字的 大大力的卡 是的 通常是痛一點的 但是一扣一張就沒有了 是的 OK 然後呢 或者出普通卡 那出多少張都可以的 普通卡就通常是攻擊 或者普通的行動卡 或者再用我們 我們可以 那個集中力的點數去 做四種不同的 普通行動 是的 那分別呢就是前進 那好了 那也是時候講一下這塊板了 那阿金這塊板有什麼特別呢 好了 那這裡呢 剛剛也看過 這裡就是血 這裡就是血 這裡就是臀 這個呢 是代表兩個女神 對 就是兩個配合之間的距離 距離 如果我要向前走呢 那我就將是哪一顆 這個放進去 自己的臀 這裡很清楚寫的 對 前進就會有一顆 是 後退呢 就是將其中的一顆 挽出去 是 那這個就數間距 是 基本动作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可以在这个地方 譬如有些鸡花用了就会落到这里 这个叫虚 虚拉到盾上 这个叫前 而缩就是由盾拉到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绝胶巴 这个绝胶巴除了可以用缩来储之外 你被人扣了血都会进入绝胶巴 就会出刚才说的三张绝胶 而所有绝胶的右上角 是有绝胶巴的 而这张绝胶卡是不会进入绝胶 就会一开始 你拼好绝胶之后 就会将三张绝胶放在前面盖住 用完之后就会掀出来 有部份的绝胶卡 有一个叫做再起的功能 就可以将一张卡盖上 即是有些special的条件 就可以让一张卡盖上 再简单点讲一张 基本上大家是互斩对方 基本上每个人 当普普通通 一张卡 就有他的攻击的range 看你也要有樱花的一片 即是距离 如果要成功斩到对手的话 要3至4 基本上就 起码 3个或者4个 我就可以成功发动到这个攻击的效果 3-1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斩到对手的时候 对手可以选择 3是扣盾 他不能扣盾 或者盾不够扣的话 可以扣血 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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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1就会进去绝招巴 而盾就会进去虚的地方 也提一提 我刚才也提到 有些卡 会铺在地上 叫附语卡 附语卡 附语卡 有个数字在下面 就是 你需要有这么多粒 的虚 的樱花 你才可以出到 把粒粒放在这里 就是你的附语卡 基本上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简单 阿金教练怎么玩呢 我说一下游戏的特点 始终是我推这个游戏 游戏的特点有几个东西 第一 每次你选择两个女神 在那两个女神里面 组织 表面上高 就像是组织的游戏 但跟一般的游戏游戏很不同 它就是一个即时组织的游戏 游戏 大家知道对方的女神是哪个 之后 就有5分钟时间给你组织的游戏 因为22张卡组织的游戏 其实是不困难的 5分钟 如果你组织的游戏是足够的 而且策略也非常丰富 就是我可以看着对方的女神 去决定如何组织的游戏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游戏比你想像中的手牌管理 是复杂很多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的资源 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片樱花 基本上樱花是不会移到 这份桌上的 就是说它不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绝招位 就是不会去另一个地方 你就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透过基本移动 就是用集中力的基本移动 去控制櫻花去不同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就是 当然是距离 因为 其实每一个角色 它有它的攻击范围 在它的角色卡下 这里也有写 比如这个 由1-5 它们都会有的 或者这个是4-10 它都会有的 即是代表 如果我 对着这个角色 我能够永远都躲住0-3 它是很难可以打得到我的 那么 这个距离战 就可以封杀到对方一些很劲的卡 这个也是看你熟不熟的角色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它角色的特色 那角色的特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 刚才也说过 有枪有刀 有近战 有远战 这个很正常 但是它有些很古怪的例如 有些就是传党的 譬如 线的角色就是 防御的 就是透过不让你打到它 而扣你血的 也有些角色就是攻击你的牌组 譬如 这个角色就是不让你打 就是专攻你的牌组 因为你只有七张轻 那你每次抽完牌 你要删掉 即是你的刀要再扣成 你只要扣一滴血 就扣这些方法去磨死对方 那么 在这个角色的特色上 是非常之不同的 令到这个游战 是很有味道 即是每一人东西 还有我自己 几个试过玩 我们发现 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什么 因为它卡超级少 只有七张轻 那你可以很快就看出 对方的七张卡是什么 而从而透过 这个间距的移动 透过手牌的控制 去应对对方的策略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具策略性的 当然 有好有不好 不好的地方 有些人都会批评 就是 怕每个角色只有十张卡 会不会变化比较少 还有 会不会这么少卡 会不会卡手牌 其实我会觉得 的而且确 每个角色是比较少的 但是它现在的进度 就是一年大约出四个角色 即是今年出了四个角色 因为这个游戏第二年出的 出了四个角色 而它未来也有很多计划 譬如AEG拿到英文版 亦都说了会有中文版 亦都会有APP版 所以 其实某程度上 反映的game的计划 绝对是一个大的计划 而且它是受欢迎程度到很厉害 才会这样做 是的 你在日本基本上 你去任何一间board game店 它都一定放在当眼位置 而且它的销量都一定不差 而且 都要提一件事 就是这个game 它里面的卡 日本版 是用珍珠卡 拍不到反光 如果你有实物拿上手 你就知道它是用珍珠卡 珍珠卡 即是磨砂 令面的卡 的质地 尾功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我都不用我说 你自己都感受得到 虽然它的价钱 略贵 但是 是非常之适合打deck的朋友 去玩的LCG 因为它是LCG 所以不需要抽卡 也不会有什么限定卡的东西 阿金 你玩过一次 有什么感想呢? 其实真的很有对打的味道 是 因为其实它每一招都有计价 和出的时机 我用的时候 是用剃刀 和普通日本刀 是 我给你秒了 KH 他计漏了我的步 或者他未知道我 会用到那些绝招 用了绝招 绝招是超级扣他 超级大 但是要控制坚招 控制得很好 而且你要控制你的血量 你要低过三点血 才可以出到大绝 我刚刚就赢了他 基本上我要不断计算 我和他知道距离 可不可以斩到他 就像我和人玩日本剑道 我要和人向前向后 去趋一下 去试位 究竟我想留哪些手牌 因为基本上每回合 只能保持两张手牌 多一手牌 一定要硬扔正 扔了他 去做的普通行动 向前向后 或者是草草招 基本上 我要转一转 都要想定 对手可能有什么牌 我要留定牌 去继续下一回合 或者可能要留定牌 等他打的时候 我回答他 要打的那些 基本上好像真的打架 我要预定一个招 可能我拼了一两刀 然后我收手 我要等你来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很紧张刺激的游戏 而且完全不可以赖卡云 因为基本上只有七张 你要套手 基本上都不是困难的事 是的 而且感受到每个角色的不同 日本刀的刀 純粹是近身爽脾 是 我那个 那个 剃刀就是攻手兼备 攻 基本上就是较为中距离 是 防守就是 可以有 轻轻挡人的 轻攻击 是 很多 他有很多角色 用把傘 很搞笑 山傘就可以打人 开傘就可以穿招技 是的 很特别 很特别 就是他 刚才都说了 他每个角色 他有自己独特的系统 直接有一个系统 在里面 譬如忍者 就是玩盖卡 就是这些卡 盖了才能用得到 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就不是玩了很多 就是我不是玩了所有的角色 但是我就这样玩这几个角色 就是我已经很感受到 就是角色与角色之间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还有那种平衡 是的 那种平衡 而且这个游戏 在日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比赛 所以卡牌平衡上高 都更新得很快 而且他是直接有个Twitter的FAQ 所以变成很多人玩下去 有些卡的问题 或者平衡的问题 他都会直接在FAQ上高 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变成很公开 以及资讯很更新 值得去根据一支LCG 今天讲的就是 英诺 不是 英降 英降代之决战 是的 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支日本的LCG 如果有朋友去日本的话 值得留意这些游戏 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